去背之後,還要再把水管放過來了 不過特別注意,水管部分盡量選到比較沒有看不出邊緣就OK啦 再來請你把眼睛塗層,現在叫塗層1 或者你也可以把塗層1的名稱改成有意義的名稱,比如說水管好了 按Enter之後,這個塗層就叫水管 我如果今天不希望水管被看到的話,因為會擋到背景 所以把眼睛閉起來,這個時候背景就看到了 如果要讓它再出現的話,就把眼睛再張開就可以 所以這個塗層裡面,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各位可以跟完成的示意圖比較一下 這個是原來的背景 後面這個部分的話呢,是我要完成做出來的類似像這樣的背景 那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的話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首先第一個,大概會有兩個地方 題目裡面大概要求我們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呢,請你把這個原來的背景把它變成模糊 那第一個,你怎麼樣把背後變成模糊的 這個前面好像有用過 就是說那個背景模糊的這個效果 好像前面有做過類似的吧 有一個那個,你們可以從哪一個地方 濾鏡裡面有沒有,可以找到模糊 模糊裡面有一個叫高濕模糊的 那利用這個高濕模糊,它就可以做出類似單眼相機 單眼相機本身,如果你用單眼相機拍的話 你會發現,為什麼有些單眼相機背景是模糊掉的 那實際上呢,那個是有個專有名字叫景深 那個景深,如果你用單眼相機拍的話 它的景深會比較淺 那也就是相對的,你的那個背後呢 相對就模糊掉了 有點像是,你用大光圈 那相對的呢,它的背後就自然就模糊掉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去觀察這一點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效果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像你光線不足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看不遠 為什麼看不遠? 因為你那時候光圈非常的,你的眼睛的瞳孔也是光圈 其實照相機的原理有點像眼睛的結構啦 我們有瞳孔嘛 那如果你晚上,你會發現,為什麼晚上看不遠? 可是白天呢,卻看得很遠 主要原因是你這個時候瞳孔 如果晚上瞳孔是放大的 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話,瞳孔是縮小的 也就是你小光圈就可以看得很遠 大光圈就看,就是會變成景深 那個就是所謂的景深 景深就變得很淺 那這裡的話,它是希望我們背後模糊掉 模糊怎麼做呢? 其實就可以高濕模糊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除了高濕模糊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不同? 模糊掉,但是第二個顏色好像它比較鮮艷 可是完成檔好像有點陰天的感覺 那陰天的話相對的 因為有點光線不足啦 所以看起來好像這個色彩的飽和度就不太夠 所以其實有兩件事 一個是,如何把這個背景給模糊掉 那很簡單,濾鏡裡面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什麼? 選這個,那特別叫 第一個先選這個圖層,背景的圖層 第二個呢,請你到這個濾鏡裡面模糊 去找到高濕模糊 那特別叫,不要像之前有同學是選的這個圖層 選錯圖層 然後再到這邊,發現奇怪 那模糊怎麼點不下去? 因為你現在圖層選的不是在背景的圖層 所以無法做模糊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你就把游標點擊背景這個圖層 然後再做濾鏡裡面的模糊 那這邊的話用高濕模糊 那模糊的效果應該多少呢? 我想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大概我大概試一下,大概5左右吧 或者大概4.8吧 大概差不多這個這個range 那反正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越接近越好 大概4.8這樣的一個range OK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背景有沒有就模糊掉了 兩者好像有一點點接近了 但是呢 這一張背景 原來這張背景它的顏色有沒有 這個色彩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它的色彩飽和度可以降低一點 那怎麼樣如何把那個背景的色彩飽和度給降低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直覺的去找 如果我今天希望這個影像 它裡面的有沒有一個叫做 我希望調整它的什麼 調整它的色彩的飽和度 你可以找一下 其實這邊很多啦 你還可以調這些啦 不過這些東西 有一些也許你不太熟悉啦 不過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把每一個都把它打開來 點點看就知道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那其中有一個叫色相飽和度 請你把它點下去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這張圖 它的色彩不要這麼多的話 請你把它的飽和度 這邊飽和度啊 這個數字 預設是0嘛 請你改為負的 那應該負多少 這個是加的 你會發現 越多飽和度越高 顏色越鮮艷 那越少有沒有發現 但你也不能太少 負100變黑白的 灰灰的 那所以大概差不多 再往前拉一點點 我大概試過 差不多60幾左右吧 大概65左右 是一個比較接近的一個數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 那標準答案當然就是 你可以兩個比對一下 盡量讓色彩的飽和度 越接近越好 這好像也太多了 這可以再把它修回去 大概再調 這邊有一個調整 色彩飽和度這邊 那如果太多的話 那你就是再把它拉回去 或者你可以先 那個Ctrl-Auto-Z 把它復原一下 復原Ctrl-Auto-Z 然後再做一次影像 調整色彩飽和度 那我記得大概差不多65 60-65左右 60-60左右 OK 那調整完之後 請你再把水管打開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背景部分的兩個動作 一個是模糊 第二個是它的飽和度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